今天支點一齊和大家看看美國政壇的肥造劇 美國總統拜登近日誅事不信 先在阿富汗敗酒失威 淪為國際大笑話 又被新冠病毒殺過措手不及 美國的死亡人數持續上升 拜登自然支持倒插水 更慘的是 美國皮油研究中心還要丟個震撼彈出來 9月中的民調顯示 竟然有近半的美國共和黨支持者 希望前總統特朗普阿琛琛2024年出生 再戰總統選舉 民調指出 六成七的受訪者 希望特朗普仍然是關鍵的政治人物 同時四成四的民眾希望特朗普親自參選 兩成二表示 他們會支持01位和特朗普觀點相同的候選人 簡單來說 就算得不到特朗普的人 都要找過特朗普的替代品 值得注意的是 今年一月民調只得五成七的共和黨支持者 希望特朗普成為美國的重要政治人物 對比現在上像了十個百分點 看來國民對侵侵的呼喚越來越高漲 雖然特朗普未正式提出要參與2024年的總統大選 但CNN週一就報道 特朗普已經開始對潛在的大選競爭對手發出警告 特朗普最近氣勢如紅 拜登會不會變拜登呢? 我們一起買定花生等看戲啦